泡泡 闪闪 哦 泡泡在这呢 她看到我来非常开心 来 给你喂点吃的 接着 闪闪在附近听到了我的声音 也跑了过来 用低温仓把它们都带回去 之前的石桥基地边上 也有一个充电桩 在这边也安装一个传送器 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随时回来 把它命名为石桥基地 走 我们先回家 哇 我的四棵植物都长大了 这样它们也可以开始投入战斗了 侧面的泡塔离地面太近了 我需要去把墙壁加高 这样我的泡塔就不容易被破坏掉了 先把泡塔收起来 然后加高围墙 不好 它们又来了 天呐 这次来了这么多 宠物们 小心 往里撤 诶 我的植物泡塔竟然没有反应 我天 小心 它们一来就拆坏了我几个插座 这导致一部分泡塔断电了 下面打得一团乱 什么也看不起 不行 这些泡塔完全守不住 我得抓紧时间 重新连接插座 就这 它们没有继续攻打我的房子 转而去攻打我的宠物们了 糟了 所有的宠物都被它们赶到外面了 这样下去会全军覆没的 宠物们 快逃吧 我得靠近它们过去看一下 宠物们 快走 别打了 能跑就跑吧 我去 没想到 这些腐化使臣全部跟了下去 这次我的宠物们可能凶多吉少了 我得趁着这段时间里快速加高围墙 用金属板把泡塔平台加高围墙 如果把插座放在这个地方 它们应该就断不了我的电了 OK 家里的电线接得差不多了 我要加快速度多制造一些能量元素 用泰克泡塔来守护基地的安全 现在已经到晚上了 地表的温度也降了下来 准备好材料 我们到地表去制作泰克复制器 先到1号充电桩收集能量元素 接着去2号充电桩 然后去3号充电桩 继续合成能量元素 去4号充电桩 好了 带上所有能量元素 直接传送到绿色传送支援 快快快 通过传送支援的光柱 制作泰克复制器 你比我想象中厉害多了吗 哼 我可没空搭理你 我都游泰只表不得仗比死啊 我的泰克复制器 马上就要完成了 树不奉陪 走吧 蓝宇 我们直接回去 小心点 这一次 终于轮到我反击了 明镜需要您的форм序 许可,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好像是很明镜 昨天凶